很多人都問老師我說 明年的運氣是不是在這個今年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點點進來了 老實說古代人的時候 在冬天其實就是過年了 所以你在這個古代中國的很多一些曆法 以及這個節氣的影響情況下 你會發現有時候是從冬天左右 就開始算下一個年份了 因此在這個冬天左右 其實就要為明年過年做準備囉 也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在過年前要做哪些準備 才能讓明年一整雷好運喔 歡迎來到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的系主任簡少年 我們今天就要來聊 究竟要做哪些事情在過年前比較好 首先我覺得每一年其實要不太一樣 我們要知道2023年是這個鬼年 鬼年代表是破均化路 巨門化拳 太陰化科 貪狼化技 破均星跟太陰星都是屬水的星星 而貪狼星裡面的桃花部分也是屬於水 所以如果你有好水 基本上你的運氣就會變好 你的是髒水你的運氣就不好 那在家裡面有哪些東西是好水或髒水呢 我們在大掃除藥特別做的 就現在開始跟大家分享啦 第一個是避崖 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那其中又以台北這個地方更誇張 可能一年一半的時間都是在下雨的情況下 而導致呢 非常多的房子呢 會有漏水的一個問題 那漏水這件事情呢 除了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 容易卡到陰之外 其實會讓大家的運勢變得比較不順 尤其髒水代表的是髒桃花 而2023年貪狼化劑爛桃花非常多 臂癌漏水的問題也會更加的嚴重 那你說老師我如果漏水已經不好 可是有臂癌呢 臂癌也是一樣的道理喔 原因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失所造成的嘛 所以建議你要把臂癌給處理好 這樣子的運氣才會變比較好 第二個有水的地方的 通常就是家裡面的廁所啦 廁所裡面呢 就是屬於馬桶跟水管 或者是廚房的水管 都是容易堵塞的地方 或是飄出異味 這都是髒水的代表都是不行的 而這種管道呢 也跟巨門心有關 記得我們說鬼年是巨門心畫權嗎 所以巨門心的重要性也會變得很高 跟你會不會升官有關 但是呢 如果你家的管道很髒又很臭 你這就是升官不易 很容易在工作上不順遂啊 因此呢 一定要在過年前的時候 把這些馬桶通好啊 把這個下水道清洗乾淨啊 做一個徹底的整理 才能確保你2023升官順利 而且水是很好的喔 第三個呢 有水的地方是家裡面的盆栽啦 有很多人喜歡種很多花草的在家裡 那一般來說 老師我是建議大家陽台清乾淨啊 但是呢 如果你家裡面的那個盆栽已經死掉了 裡面留下那個雨水啊 或是髒水在那裡 你不只會滋生一些小蟲 對整個運勢也都會不好喔 所以一定要把家裡面 盆栽裡面的水啊 植物的水啊 盡量都擦乾淨清乾淨 不要讓它有這種髒亂的水的意象在家中 這樣的話你2023的運勢就會比較開 這樣子賺錢也會比較順喔 正所謂山管人丁水管財 所以水的部分跟財的部分 我們已經解決了 但是第二個呢 不得不注意的地方是自己的造型和衣服啦 鬼言是破均心畫路 破均心代表的就是改變以及再造 而且是大變化 那如果你在2022年的時候 過了這個很衰的一年 或是說你整個人覺得施展不堪 不妨呢 在2023年來臨之前的做一個大改變 也就是去印這個破均的能量 首先呢在衣服造型上 把舊的衣服全部換掉 換成全新的衣服 而且做一個你從來沒做過常識的打扮 頭髮的部分呢肯定也是這樣 把你的髮型也做一個大改變 這個改變呢也是一樣 要有突破的特色 叫做破均心嘛 所以呢把頭髮的部分也換成一個全新的髮型 這兩個部分呢都能幫助你去印這個破均的運 而帶來這個路也就是為你帶彩 另外一個呢是身材也是一樣對不對 既然都要開始過年容易吃吃喝喝特別的多 所以我們一樣在身材上透過一些運動 來把自己的路給引出來 所以不只是換衣服換髮型 連自己身材也換一下 這樣子2023運勢會更好喔 好那我們剛剛講過家中的這個水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有另外一個代表財庫的地方就是你的冰箱 冰箱一定要整理乾淨喔 就像是年底的時候來整理一下自己的財務狀況一樣 我知道現代人很忙 投資很瑣碎 很難真的知道自己每一分錢都花去哪邊 那這時候年底的時候呢 不只是整理自己的帳 也要整理自己的財庫 所以冰箱裡面呢一定要把它收整整齊 為新年來到做準備 這樣你的財庫呢 財會乾淨整潔 也有東西能放得進去 這樣代表什麼 財庫能進財 能把東西放進去 如果亂七八糟塞滿滿又是壞掉 那就是不好的財 而且還會導致你財庫裡面破財喔 好那除了廚房以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家裡面的儲藏區 我為什麼不講儲藏室呢 因為有的人儲藏區是衣櫃 就是他衣櫃總是一直塞東西進去 亂七八糟一打開啪掉下來 結果也沒有整理 他想說先把東西塞進去就好了 這代表說你家裡面 有一些長久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被你塞在裡面 所以家裡面塞進去看不到的地方呢 也是要整理乾淨的 記得要斷捨離 把一些東西丟掉啊 或是把它拿掉啊 原因是他如果表面好 內在不好 其實也容易讓生家運上面的一些問題 尤其呢 如果你回到老家 跟這個父母相處的時候 發現父母跟某一個兄弟姐妹 感情一直不好 很有可能就是家中某一個地方 舊東西堆積太多造成了 記得把它整理整齊 或是清乾淨都能有效改善喔 像老師我呢 是這個屬兔的 屬兔的在這個2023年 就是屬於犯太歲的一年啊 古代講的時候 這個太歲爺是每年有一個太歲新君啊 最早的時候認為這個太歲爺 就像是天上的天子一樣啊 所以你跟皇帝一樣 肯定是犯衝的嘛 甚至是你跟他一樣生肖 那你也是犯衝的 所以你在太歲爺啊 跟這個犯衝的情況下 你就需要去道歉和寢世啊 所以就要安太歲啊 從這個安太歲的邏輯裡面 到底誰要安 其實比較明顯要安的喔 一般是正做的 就像是屬兔的 或是對公 卯年對公是屬有啊 有代表屬雞啊 所以屬雞的同學呢 也是絕對是要安太歲 因為你被太歲給衝了嘛 像這個屬兔的呢 跟這個屬龍的啊 這個卯成就是相害啊 在相害的時候就叫害太歲 所以屬龍的同學呢 也一定是要安的一個狀況啊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屬雞的本身跟這個屬狗的 也是相害的一個狀態啊 然後屬狗的跟屬兔的是核的狀態 這都是相關影響的 所以他們這個害太歲的部分呢 絕對是要去安的 所以屬龍的要安 狗跟這個雞 相害的情況下也是要安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屬雞的東西被衝了嘛 所以呢這幾個地質 是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 那至於說大家講什麼 要偏衝啊 旁衝啊什麼等等的 盡量要安都去安是比較好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它到底原理是什麼呢 撇除我們講這種神明的角度 其實從四柱八字的角度中 我們可以很快的理解 在這個四柱八字裡面啊 生肖是年柱決定的 這個年柱呢 裡面我們的地質就是你的生肖 例如說你出生那一年是丁卯年 那就可以知道我是屬兔 所以我是卯年生人 那在這個玄學裡面呢 同樣的地質會引動一個狀態 所以呢我們要先理解一件事 原意啊這個害太歲是什麼 它是這個無福便有齋啊 所以前提是無福啊 不是直接有齋啊 是因為這個卯啊 它在你年柱底下 到底帶給你好運還是壞運 如果呢它是好運 理論上在這一年 你好運是加倍的 所以是無福便有齋在這啊 所以呢去安太歲本質是 如果我沒有加倍好運 我也希望我加倍壞運 不要太嚴重 那如果安完之後加倍好運 那當然很棒啊 這是第一個是犯太歲的一個狀態 可是充太歲就不一樣了 充太歲意味著它是對公來充你 卯年的時候呢會去充油 油代表屬雞的人 屬雞的人呢不管怎麼樣 一定是被充的 被充呢就意味著 它像是被車撞一樣 它一定會有傷害 現代人都講這個拼爹嘛對不對 或是拼爺爺 就是說你這個苦讀十年 比不上我們祖孫三代奴隸嘛 所以祖輩的奴隸很重要 而這個年祝剛好就是祖輩啊 所以你想像你的祖輩 也就是我們想祖上積德 或是祖先缺德 你的祖輩今年被這個卯充了 你覺得你會好嗎對吧 祖輩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在充胎歲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爺爺奶奶的問題 尤其是弟子很多時候跟奶奶很有關 也就是爸爸的媽媽 所以你要注意女性長輩 她被充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容易出事喔 因此你要注意這個點 所以屬雞的同學就是要注意 家中女性長輩的一個狀態啦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害是什麼 害又稱有一個叫穿啊 它這個邏輯一般是傷害的意味 所以同樣的邏輯就是 今天我的這個太歲被傷害了 所以屬龍的人他是 卯成穿對不對 也就是穿了你的祖輩啊 所以你的祖輩也受傷了 這樣子必然也會有問題 所以去安太歲的目的是為了緩和 這個祖輩受創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 你說老師你剛剛不是說 無福便有災 所以有人是有福囉 沒錯 有人的八字喔 是屬於他的這個黏柱 對他的命裡面來說 並不是特別好的 所以當他的黏柱的地支被沖走的時候 那他的生活呢 可能會忽然變得很好喔 甚至呢有人是講財庫這東西 財庫被沖開是一個八字裡面的 一個專有名詞 這個財本身本來是在那裡 他不會動 他被沖開了打開來就看到錢了 哇很棒 所以被沖這件事 也不完全在八字裡面是個壞事 只是通常沖一定會有受損 只是受損之後是好還是大壞 這個就不一定了 所以這也就是安太歲的由來 和為什麼要去安太歲 那到底什麼時候去安 就如同我們講的 儘量在過年前就去安了啦 我們剛剛說古代人 可能在冬天的時候就開始過年了 如果你真的等到大年初一或立春 才開始安的時候 可能事情已經發生就來不及了 記得還沒發生之前趕快去安 這樣子呢很多事情怎麼樣 大事化小 小事化如 你說好運會不會安沒了 不會 我們剛剛講過嘛 安是去做一個誠意 做一個敬拜讓神明看著你 如果你有好事 神明不可能阻止你去做好事啊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不用擔心 但是儘快在過年前完成安太歲 這是比較好的喔 那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我到底要怎麼安 安太歲要怎麼辦 其實台灣的安太歲非常發達啦 基本上以前你還要去廟裡 就是講說把姓名電話地址給他 現在都是電腦處理的 現在很多線上安太歲啊 就你安完了之後怎麼樣 打電話給他 跟他要那個匯款帳號 匯給他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我連打電話都不響 現在有很多APP的喔 你在APP 直接打上你全家的三成八字 要點什麼燈 有六七八種燈喔 點你喜歡的 還是線上刷卡 這個輸入驗證碼之後 就安太歲成功了 那如果你要更新更酷的有什麼 像老師我是有NFT安太歲啦 就是說我去買那個NFT以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10年多幫我點光明燈 這光明燈一點亮10年 我10年都安完了很棒 所以呢光明燈跟太歲燈 都是一樣可以在年前就趕快去安的啦 所以希望大家盡快去安 這樣子會比較平安喔 那除了安太歲之外 很多人會開始收到什麼 春聯門神 可是要注意喔 門神也是神啊 所以呢是神就不能亂貼啊 之前老師我就有遇到一個朋友 他就是過年的開始都會一路衰 過年前之後莫名看也衰衰衰衰 打麻將也衰 整年都很衰 他就說老師你要不要幫我看看 我這從過年打麻將一路輸到開工 開工還被老闆罵很慘 怎麼會這樣 一去他家門神貼在廁所前面不得了啊 他家的門神幫他看廁所門啊 所以你叫一個神明幫你看賽 你覺得對嗎 所以這絕對是不可行的 那同樣邏輯你讓門神對著你的車馬桶 叫你門神吃賽 那一定也不可行嘛 門神本身是幫你看著 不要讓奇怪東西進來的 就你叫他去看賽的時候怎麼辦 那他一定是很賭籃 所以這些奇怪的東西怎麼樣 不乾淨的東西就容易跟你回家啊 對不對 沒辦法產生保護作用 還讓他生氣 這樣子就更加不好囉 我們講說凡事啊 先做準備絕對是比較好的 因此呢 很多人在過年前就開始會找大家 批算一下明年的流年 畢竟呢 運勢從過年就已經開始了 而且老師我之前講過啊 初一到初十二的運勢啊 會影響你一整年啊 所以你想要過完年再算 但是你初一初十二已經過得很爛 你就來不及了 所以過年前一定要趕快批算一下 明年的流年來趨吉避凶 同樣的感情也是一樣啦 到底明年我要把心思畫在工作上 還是感情上這要很注意啊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明年愛情沒機會 我就專心工作賺錢 讓自己更好提升自己 這樣才能門當戶對 遇到更好的對象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推薦大家 可以上淘淘喜使用我們的 2023年流年批算 明年到底要注意些什麼 可以好好的預先做準備 讓自己2023年過得更加順利哦 好那如果呢 你發現每年過年的時候 你都很怕家人問你說 到底什麼要結婚 到底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然後爸爸媽媽都要介紹 這時候你可以跟他講說 欸媽我覺得今年過年 被大家問我就有點煩 你可不可以先把你手上 這些男生的出生年份準備一下 我們這邊有淘淘喜的 珍愛太歲合盤合一下 就知道哪個男生比較OK對不對 在過年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把他帶來 大家相處一下 搞不好年還沒過完 你就已經找到真命天子哦 希望大家這個2023 都可以過個好年 平平安順順利利 這裡是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系主任簡少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老師明年還是紅色跟火比較旺嗎 沒錯明年是火運不及啊 所以火很小 火很小就要更用火來俯火 這樣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那個後面的被子 跟木頭就變成了嗎 對我們要改善火焰 因為木頭比較大 火比較小 還是會把它遮掉哦